下面来看体育方面先来关注女排世界杯 在昨晚的比赛当中 中国女排3比0横扫东道主日本女排 拿下了本届世界杯的五联赦 本场比赛 中国女排派出了张长宁和朱婷搭档主攻 面对东道主 中国女排在第一局开局阶段一度3比6落后 但随着比赛的进行 中国女排在防守端出色的发挥 运转了场上局势 这一局 中国女排在篮网数据上 以8比1遥遥领先 25比17 中国女排先下一局 第二局 中国女排的篮网优势依旧明显 这一局 中国队继续通过篮网拿下6分 日本女排则是一分为得 与此同时 在发球缓解 张长宁这一局一个人就拿下了5分 中国女排一度取得23比7的领先 在主场球迷面前 日本女排发挥的如此差劲 日本女排主将令中田九美的脸色十分难看 最终 中国女排25比10在下一局 第三局 中国女排依旧保持着火热的状态 全场比赛 中国女排在进攻得分上 以48比32摇摇领先 篮网和发球更是占据压倒性优势 25比17 中国女排3比0锁定胜局 拿下5连胜 继续排名第一 张昌宁拿下全场最高的19分 女排的 感谢观看